假设x4次方加上3x3方-2x平方-3x加6 会等于a乘上x-1的四次方 加上b乘上x-1的三次方 加上c乘上x-1的平方 加上d乘上x-1加1 那请问b加d-c为何 好那这呢就是把多项式用x-1来表示 所以我们要运用到的是连续的综合除法 好那我们呢首先先把我们的这个多项式呢 就是我们的备除式把它写上来 先检查一下它有没有缺项 4次3次2次1次常数 所以没有缺项我们可以直接写 4次的系数是1 再来3次再来2次呢是-2 1次呢是-3 常数的部分是6 好那我们今天要用x加1来表示 所以x-1来表示 所以x-1就是我们的除式 所以我们令x-1等于0 x呢就用1来带进去 所以我们除式的地方呢就写上1 好领导系数1放下来 1乘上1等于1 3加1是4 4再乘上1把4写上来 -2加上4呢会得到2 2再乘上1是2 -3加2所以是-1 -1乘上1呢是-1 这边6加上-1所以得到的是5 我们把5留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继续的做综合除法 好前面的领导系数1再放下来 1乘上1写上来 4加1等于5 5再乘上1呢继续写上来之后 2加5是7 7再乘以1写上来 -1加上7 所以是6 好于是6留着 继续的再做综合除法 领导系数1放下来之后 乘上1 好5加1是6 6再乘以1呢写上来之后 7加6是13 我们再把13留下来 最后一个了 领导系数1放下来 1乘以1写上来之后 6加1等于7 好这个1跟这个7我们留下来 所以呢我们从最高的 这个a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个1 所以a等于1 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b 所以b等于7 c呢是等于13 再来d就是等于6 1呢就是等于5 所以我们题目要算的 b加d减c就是7 加上6之后再减13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等于0 2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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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